今天清晨在紐約市的史丹頓島發生一宗迎頭相撞的車禍 其中一架是拖拉基拖車事故造成兩人死亡 警方表示一架拖拉基拖車今天清晨5時左右 在West Shore高速公路上向北向南由北向南行駛 一架私家車在Otherkill路上由南向北行駛 兩架車發生傷狀事故 私家車上有四個人其中三人是新澤西警員 私家車司機和前座乘客不幸遇難 後座的兩名乘客和拖拉車司機被送去醫院 傷勢嚴重 事故發生之後 West Shore高速路南向車道封閉幾個小時 現在已重新開通 紐約向全市發出了風雪的警報 今天的降雪預計會造成路面濕滑影響道路交通 換邊泊車條例會如常執行 今天下午開始下雪 一些地區的降雪量可能會達到四吋 清潔局也嚴鎮以待 準備好灑鹽機和橙雪車 將輪胎前上鎖鏈 並表示會密切關注雪勢 以及更新狀態 最新的天氣狀況 可以登錄到nyc.gov查詢 紐約市長白詩豪最近與紐約市的房東進行溝通 希望他們幫助政府解決無家可歸者的住房問題 這個星期 紐約市的一些房東會收到一批錄音電話通知 這是白詩豪提倡價稱為 生活在社區項目的一部分 這個項目志在將住在收容所裡面的市民 搬遷到城市的住宅裡面 並被他們住房津貼 市府發言人表示 政府將這個項目告知給有空房的房東 這是一宗保險的生意 還可以幫助紐約市解決房屋的危機 白詩豪政府的計劃是 每年將五千換家庭遷入市內的補貼住宅 以減少無家可歸的人數 在最新的一份年度報告中指出 每班住在紐約收容所的流浪漢有6萬人 其中2萬2千人是兒徒 華裔男子曲海文因為涉嫌去年7月在Chelsea 政府樓中火被控中火重罪和疏忽罪 他的辯護律師去到最高法院確定下次的庭審時間 出席最高法院刑事法庭的 只有曲海文的辯護律師Christopher Boiler 而曲海文本人就並沒有到場 辯護律師只是與法官進行了簡短的交談 隨後法庭就宣布本案會延後審理 下次庭審時間是4月2日 辯護律師拒絕對本案發表任何評論 曲海文涉嫌去年7月在馬哈頓中城的 艾利艾特政府樓中火導致爆炸 引起雙輪兩個公寓和樓下的公寓損壞 所行沒有造成傷亡 曲海文被控一項二級中火重罪和一項一級疏忽自控罪 如果罪名成立的話 將會面臨25年的監禁 刑事律師說 這類案件會因等候醫生鑑定報告 精神鑑定報告等的原因而延期審理 疑犯的成長經歷等都有可能成為辯護律師的辯護證據 理論上只有正當的理由 辯護律師可以一直要求延期審理 但在一些案件中 法官會決定一個最後限期 到時控辯雙方就只能使用已經搜集到的證據進行辯論 人力中心與聯合健康保險公司合作 舉辦的一場人才招聘會 在法拉城聯合健康保險辦公室舉行 有來自皇后區曼哈頓的十幾位僱主 提供求職者機會了解不同行業的職業發展道路 吸引眾多市民前往認證 顯示就業市場的需求十分活躍 招聘會吸引眾多各族裔人士前往 將會場逼得很滿 一個是人力中心第二次在法拉城地區舉辦招聘會 人力中心行政總監李康誠表示 一個中心過去多爾、華埠和曼哈頓下城舉辦招聘會 但由於法拉城地區日益繁榮 新移民增長迅速 人力中心意識到這個社區的責任和重要性 為他們提供就業發展資源和幫助 今次參加招聘的機構 包括紐約王后區醫生、醫院 長島北岸醫療集團、王嘉年社區醫療中心 林氏集團、時代華納和富國銀行等 提供很多入門和管理階級的工作機會 大多數公司都提供上網資訊 由求職者直接上網申請 參與的公司、企業 大多數是徵求具有中英敏能力的商業人才 吸引眾多學生和青年求職者 人力中心表示未來將市場需求舉辦更多招聘活動 華人選民協會將於下星期六下午三點 在法拉城緬街圖書館舉辦一場講座 協助具有公民資格人士進行選民登記的作業 並邀請包括民主、共和、陸黨和工作家庭黨 四位不同黨派代表、講述自己黨派政綱 作為選民選擇黨派參考 並呼籲華裔選民積極地參加投票 為華人社區爭取應有的權益 華人選民協會理事長黎潔偉表示 2016年總統大選雖然還未確定各黨候選人 但已經引起全國選民的關注 華人社區也應該積極準備大選來臨之前的工作 鼓勵華人選民踴躍投票 華人選民協會將於下星期六下午三點到五點 在法拉城緬街圖書館舉行一場講座 協助具合資格人士登記成為選民 並邀請包括民主、共和、陸黨和工作家庭黨 四位代表、講述自己黨派政綱 作為選民選擇黨派參考 在場人士指出華人選民多數不願意入黨 因為每到黨內初選都無法參加選舉 希望這場講座協助選民了解民主、政黨、政治 並呼籲華裔選民積極參加投票 為華人社區爭取應有的權益 本台的新聞報已經設立了電子郵箱 對我們的節目有任何的意見 又或者有新聞的線索 都歡迎來信和我們聯絡 電郵地址是sinoTVnews at mrbi.net 今天的新聞已經報導完畢了 多謝各位的收看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